据美联社发布消息称道 近期由于华为在欧洲市场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依旧挡不住华为在国际上发展的脚步 而且随着华为在全球范围内发布5G技术以来 华为的网络技术一举冲到了世界首位 令西方国家都为之汉言 面对华为5G网络的迅速崛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终于坐不住了 开始不断使用各种手段来禁止华为的发展 使得华为在欧洲市场可谓是损失惨重 然而就在华为受到美国打压之际 美国国内的最大电信运营商却开始着手抢占市场 并且公开对外宣布美国的5G网络技术 将于12月底再在美国12个城市进行试运营 同时在试运营中将为居民免费提供 三个月的无线网络热点和5G移动数据 以便使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美国的新型网络技术 另外负责人还表示 一旦美国的5G网络结束市运营 那么后续将会使5G网络在一年时间内布改美国全境 届时美国在5G网络上将会再次领先世界 有专家分析指出 此次美国突然宣布5G技术将在美国进入市运营 实则是同三星公司联合推出的5G技术 由于三星公司的5G刚刚完成初步构架 但整体技术依旧存在缺陷 所以首先克施的试点并没有选择在韩国进行 而美国就看到了这一点 主动同三星公司进行协商 并成功达成首次试点在美国进行克施协议 目前美国电信因为得到了韩国三星公司的支持 所以也就时的美国的5G网络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红华为5G比肩 现阶段虽然美国耍手段来抵制华为 将华为的5G网络技术的拒之门外 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美国自身的损失 因为如今现在即使失去了美国市场和部分欧洲市场 但根本挡不住华为在世界崛起的步伐 而且据公开数据统计 华为现在至少已经成功获世界25个国家的订单 而这些订单也将使美国的抵制不够自破 而且有专家表示美国未来很可能会因为 禁止华为的举措而后悔 无关的 人只要的 人有所合欢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